中山高苗栗铜锣路段 今天中午有一辆乡行车 疑似车铃老旧又超载 后轮是接连爆胎之后 擦撞到内侧护栏翻车 包括了工人还有驾驶在内 总共有九个人送医 其中有一位伤者有生命危险 医院急诊室接连送进了九名伤患 有的还能自己走 有的躺在单架上痛苦不堪 走可以动吗 现在是哪个部位最痛 故事还一度以为有军人受伤 但是不是是这一名商者 喜欢穿迷彩服 发生车祸的乡型车上 除了司机之外 八名乘客几乎都是年轻人 他们是自食其力不怕吃苦的青年 趁着暑假打工 早上从台中集合出发 要到新竹从事机械组装 结果车子到了中山高 北上145公里 苗栗铜锣路段意外翻车 原先是一个台包 那后来是抱两个台 那等于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控制去撞到 前面两个是蛮旧的 蛮旧的 我觉得应该没有保养 抱态又翻腹 红色相性车的车身 出现了严重的刮痕 还因为车窗破裂 其中一名红性男子 当场被抛出车外 身上有多处瘀伤 颅内出血 送医后还有生命危险 中山高也因为这一场车祸 只有外侧车道和路间可走 塞车三公里长 将近40分钟之后 状况才排除 民事新闻邱俊超 苗栗报导 人员